大家都希望疫情趕快趨緩 我們想要回到以前的生活 什麼很重要呢 疫苗很重要 但是疫苗好多好多 如果我們可以選擇的話 郭醫師 我們要怎麼選擇 它的不同 它的差別在於哪裡 是的 因為這個以目前來講 國人大概因因氣盼 就是疫苗趕快 那個有效 最好是 最好是明天大家全部都打到 那是最好的 大家是爭先恐後的打 那這個疫苗它有一些分別 像那個在目前現行 最主要四支 當然後面還有我們的國產疫苗 等著7月8月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正式上市 那主要是輝瑞 莫德納 跟AZ 以及Johnson 就是交生 那這幾支疫苗差別在於 前兩支就是輝瑞 跟莫德納 它們都是屬於mRNA mRNA簡單跟我們觀眾想 是什麼意思 它是以無毒的 它是完全沒有毒性的 所以它的有效性是蠻高的 那無毒的這個RNA 帶到身體裡面的細胞核 去刺激產生抗體 它不會影響到DNA 那它的有效性都接近95% 對 很高耶 然後它的副作用 大部分就是一般的副作用 接種疫苗本來就是會有些 頭痛 疲倦 發燒 都是這些啦 然後呢 它對於這個18歲以下 其實四種疫苗 18歲以下都目前都還不建議打 那歐盟可能要到9月以後 開始會放寬某些部分疫苗 是可以12歲以上就可以施打 那就是施打兩劑 目前都還沒有 那我們現在國人 現在比較能接觸得到 包含一些長輩 還有我們的第一類醫事人員 目前接種到的都是 那個英國的AZ AZE 那這個AZ呢 它是腺病毒載體 跟RNA不一樣 它是有DNA 就是它會進到那個細胞殼裡面 那刺激 就影響到那個DNA 去製造出這個有效的抗體 那接種處的酸痛跟發燒這些 最主要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這個血栓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聽到血栓 血栓就會想說 那到底怎麼血栓 它容易進入細胞 因為它屬於DNA 所以它容易產生抗體 那個跟MRI就不大一樣 那它的問題就比較多 其實在我們臨床上面 會比較認為說 更年期之前的年輕的婦女朋友 跟更年期後 有在接受荷爾蒙治療的 像有些可能要打黃體素 或是說做一些口服的 那個荷爾蒙的藥物的攝取 那都不大建議施打這個AZ 還有像免疫比較差的 血小板低下的 凝血功能比較不好的 這些都不大適合 它當然還有 比較重症的感染者 比如說它本來就已經有一些 肺部的毛病 或是說它有什麼 不公共性組織炎 有一些身體的炎症反應 因為它也影響到DNA 所以它就不大建議施打 那江省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跟AZ是差不多 它都是屬於腺病毒載體 那它們的功效 都會比MRNA來得少一些 大概都 目前大概抓到75% 可是接種處的副作用 都差不多 那江省最大的優勢是 它只要打一劑 所以將來我們如果 之後陸陸續續會有 很多很多的疫苗 可能會進到國內 那我們就可以期待 樂觀的期待 很快我們的疫情 就會得到控制 那將來如果說 您覺得打兩劑比較 就是有些人就比較希望說 趕快看到效果 那這樣打一劑 將省就可以 那兩劑的部分的話 一般建議的間隔 都是6到8週 就是大概差不多兩個月 等於說打過一劑之後 兩個月之後 要再施打第二劑 這樣才能得到完整的一個功效 那郭醫師其實有一些觀眾朋友 他會有一些疑問 他想說那我第一劑好 如果我排到我打了AZ 那如果後續其他疫苗進來了 我還是只能打AZ嗎 還是我可以做其他的選擇 其實基本上來講 國內外有許多的文獻 比如說你打了AZ以後 再打後面打到輝瑞 或是後面打到莫德納 其實目前來講是都OK的 然後他們在這個後續兩劑都打完之後 產生的抗體 然後就是免疫反應以及負製用 其實都跟兩劑打同一家公司 其實都差不多 甚至有些學者會認為 你有mRNA的 再加上你有限冰毒載體的 這樣整個產生的抗體 會更加的全面性 但是這些因為 畢竟國人現在才開始比較熱忠視 因為四月之前 其實大家都比較沒有重視這個疫苗 現在大家開始很積極很踴躍 想要去接種疫苗 其實在根據我們指揮中心 衛福部他們的公布 他是認為說 這個兩劑如果是混打的話 基本上並不會影響 我們身體產生免疫級抗體的一個效果 好 謝謝郭醫師 幫大家比較了這四種疫苗的差別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一張照片是 秀慧姐 昨天是陪爸爸去打疫苗嗎 對... 我今天帶爸爸去打疫苗了 非常非常的順利 而且爸爸打完 因為打完的時候 他們醫護員有說 要在那邊觀察十五分鐘 要留下來看一下 如果沒有什麼不適應 或者是沒有什麼發燒 沒有什麼不舒服 就可以自己回去 然後要多喝水 那同時他還給我爸爸 就是給他發燒藥 目前到現在 昨天晚上打到 昨天晚上要睡覺 我還問他說 你有不舒服嗎 對 會擔心 沒有 我很好 所以感覺沒有什麼副作用 對 我說 你沒過頭算沒發燒嗎 他說 都沒有 一直到我今天早上要出門 他十一點半要吃飯的時候 我還問他 我說 你如果還有什麼不舒服 他說沒有 跟不舒服 都正常正常 所以秀慧姐的爸爸已經打了 目前狀況是還OK 那郭醫師你們是最前線的醫師 醫護人員 你本身打了哪一隻 我打 我們當然都是打AZ 都是打到AZ 前面都是AZ 那我自己 其實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我跟我合作的醫師 因為這是我合夥的醫師 那他是女生 那我是男生 如果我吃 你是男生 其實在接種第一季的AZ之前 那時候我就剛好手邊也有這個瀝蝦油 那我在 因為我知道說這個東西都跟血栓有關係 那其實我的partner 他比較不喜歡吃這些東西 因為我有送給他 那他說再看看 結果他沒有吃 我有吃 我在接種之前 是每天吃一顆 然後大概吃了一個多禮拜 因為延後一點點施打 所以吃了快十天 後來接種了以後 我就一天吃兩顆 前面一個禮拜 大概後面 我整天吃了大概兩個多禮拜 到現在我每天都來吃一顆 為什麼 因為我幾乎沒有副作用 連接種處那個疼痛完全都沒有 因為有人說打了之後 這病會紅紅的 對 那我在想 應該也是因為 就是那個EPA 給我帶來的好處 那相對於我的合作的醫師 他就發燒了 而且痛到不行 請假兩天 還好我有吃 所以我都帶班 整天都帶他的班 然後就順順利利的 Cover Go那段時間 但是其實他對 我想對的健康食品 真的是對我們人體 產生的效果就相當的明顯 即便是同樣身為醫師 我們打同一支疫苗 但產生的效果 其實就會不一樣 那營養師呢 你也是打AZ 對 我也是打AZ 那有什麼不舒服嗎 其實上面顯示的服裝 我通通都有 剛剛都看一張那裡都有 對 就是發燒 頭痛 噁心 嘔吐 然後全身痠痛 然後還會胃寒 但是發燒又胃寒 那種感覺真的是 很難形容 因為它又跟一般感冒的 發燒的感覺不太一樣 就是你會抖 可是你又會熱 這是很矛盾 對 很矛盾的感覺 其實因為自己是營養師 你會想說要補充一些 抗發炎的一些保健食品 那其實保健食品 像剛剛這種魚油這些 我都有吃 但是我自己在想 假如我沒有補充 這麼多的保健食品 然後又沒有多喝水 我可能會更嚴重 或更不舒服 你是很樂觀的想法 因為有補充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這樣是還OK的 對… 因為身體還可以負荷 只是說 就是像醫師 他是都沒有什麼不舒服的 但是我是副作用通通都有 對 但是你有補充的話 其實你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你就會減少 郭醫師在旁邊一直這樣比 那郭醫師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講到了副作用 來幫我們講一下好了 其實接種這個疫苗之後 一般副作用會出現的頻率 大概包括哪一些地方 然後各個疫苗的狀況 這些是可以看得到 是常見的副作用 包含注射部位的疼痛 疲倦頭痛 肌肉痠痛 胃寒 剛才其實營養師講的都有 然後甚至有關節不舒服 其實還有一些腸胃症狀 包含噁心 反胃或是腹瀉 那當然發燒也會有 那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疫苗 多少都會有一些副作用 出現常見副作用 其實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民眾想說 那我現在有一點不舒服 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我吃個普拿疼什麼的可以嗎 會不會影響到 其實基本上都不反對 甚至在很多接種疫苗的單位 它主動會問提供 要不要帶一些普拿疼當備用 就是這個道理 那有沒有要多久之後才可以吃 其實老實說只要不舒服 其實就可以吃 接種完就可以吃 但是最重要 它上面沒有血液 這個是一般的 對 一般上面有看到一般副作用 其實一個最重要的副作用 也就是我們比較擔心 目前比較多的我們是AZ疫苗 它會形成血栓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最怕的副作用 因為真的很怕血栓 然後又說女生 之前說女生的 在家中也看著 那些 believed 會不會像生根 很唔 冷藏